欢迎您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是镜片600度 本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个 苹果AirPods耳机进水的维修 我们先打开包裹 耳机故障的原因是因为进水导致的 但粉丝没有具体描述进的什么水 因为不同的液体 它腐蚀程度不一样 像海水淡水 加了洗滴液的水 以及动物的排泄物的 它的腐蚀承诺都不尽相同 我们先拿个充电线来看一下 它的充电电流是不是正常的 先插上充电线 要取下耳机 电流如果在200毫安左右 说明就没有问题 那它电流达不到200毫安 说明它的电池或者是充电的电路有问题 我们放上耳机之后 可以看到电流可以达到100多毫安 那就说明给耳机充电的 这个部分的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先按一下白灯 白灯是可以闪的 也就说明可以连手机 打开手机之后 我们来连接一下 看可不可以连接手机 手机已经出现了弹窗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跟耳机进行连接 好可以跟耳机进行连接 那说明耳机的连接点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耳机电池不正常 因为这么久亏电 没有电的情况下 放入电池舱一下就满了 说明用的也快几秒钟 甚至一分钟 所以当你的耳机出现断连 用了十几秒就断开的情况下 那就是大部分都是这个电池问题 我们先把这个电池舱 给维修一下 后来再排除这个耳机的电池问题 电池舱维修的话 需要进行拆解 我们拆解的话 必须要用的切割机 我们了解它的结构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个无损级别的拆解 拆解完之后 基本上可以保留它的外壳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加快处理 电池已经拆解下来了 我们在显示镜下面看一下 它的电池底座腐蚀 是不是非常严重 可以看到电池底座下面腐蚀已经非常严重了 因为这位粉丝住在大洋湾附近 我怀疑它进的应该是大洋湾的海水 不然腐蚀怎么这么强烈 那现在我们就不能对它换新电池进行驾电来测试啊 因为我们需要把它的主板给拆开 看一下主板的腐蚀程度以及损害程度 是否需要加焊和清洗 现在我们就把它的主板给拆出来 拆主板的时间非常的长 我们进行加快处理 当四周的胶全部削完之后 这样轻轻一推 主板就出来了 第一步还是把这个排线给拆了 因为这个排线是非常的脆弱 一不小心就撕裂了 可以看到这个主板腐蚀还是非常严重的 我们在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它的腐蚀程度到底如何 它的5V深压芯片 耳机电量管理芯片 3.3V转换管 电源芯片 USB管理芯片 主控 排线座 还有两个1.8V的转换管 排线座都有不同程度的腐蚀 这个是主控 那接下来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刷洗 刷洗完之后对它进行一个加焊 先把主板从这个底座上面给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刷洗 用洗板水进行刷一刷 然后在显微镜下面看一下吊件情况 刷的时候呢 吊了一个电阻 这个位置是一个1K的电阻 我们给它补一个就行了 在补电阻补完之后 我们对所有的零件进行一个补焊 包括电视底座 主板各功能的芯片都已经加焊过了 上面都是焊油 那接下来我们在超声波清洗机里面 对它进行清理 洗个大概15分钟左右 我们拿出超声波清洗机 来进行清理 这块主板已经清洗干净了 我们拿出晾干之后 换一个电池来测试一下 它的充电电流是否正常 主板已经晾干了 我们拿一块电池来测试一下 它原电池可能是不行的 因为原电池第一个长时间亏电 机子的话它是里面有腐蚀的 电池可能会坏了 我们来一个电池来试一下 先简单的连接一下 我们来查查这个充电线 可以看到电流已经转到了400多毫安 说明这个充电电流已经正常了 我们先拿点耳机来看一下 它的单机充电是不是正常 可以看到290-280左右 那说明在这个充电舱 充电功能已经恢复了 经过我们的加焊和清洗之后 它的充电功能目前已经恢复了 这就是AirPods 2机进水的整个维修过程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节目 我是镜片六百度 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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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